好 带你来看在中部的龙州赛呢 是在彰化县政府今年 是在鹿港的吉安水道来举行 但是不同往年的事 今年有许多来自国内外的 辣妹美女团体参赛 不但有什么葡萄公主队啦 外籍模特儿队啦 还有职棒辣妹啦啦队 不过呢 这些美女可能是志在参赛 也让龙州赛增添了一些趣味 双手握奖努力地划过水面 今年的彰化龙州赛 总共有114对参加 选手们用尽了全力 让龙州冲过终点线 不过在这些队伍当中 出现了这样清凉的选手队伍 原来他们是来自国际的 外籍model队伍 每个都穿着比基尼泳装 趁多夫脚好的身材 觉得很好玩 可是很快就要很累 因为我们都没有练习过 然而国内的辣妹团体也不示弱 这次由葡萄公主组成的队伍 也引人注目 但是最让人注目的 还是这支由职棒啦啦队辣妹 组成的龙州队伍 青春的活力 一下子就成了其他选手的焦点 不过毕竟是临时组成的队伍 没有练习和准备 看彰化新政府比赛的时候 不到半途就显得没有体力 落后了一大劫 但是端午节嘛 自在参加 拿不拿奖也无所谓 上了岸 他们就已经吸引了 大量的目光注意 成了第一的焦点 没人到显得 vigil 你们在来ому 没有练乱的 干净 没有练乱的 我们在这里